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眼前这个憨厚老实的三轮车夫能把一本上万字的字典背下来 方志国不太相信 他随便考了范伟几个字 没想到范伟连刻本都不答 就说出了这个字在字典里的准确位置和解释 范伟和妻子都是下岗职工 一家人就靠范伟推三轮车赚的那点钱过日子 虽然苦 但是范伟却找到了自己巨大的乐趣 背字典 时间一长 他自己就成了活字典 2005年4月 中央电视台把这位活字典请到了演播大兴 我们平时都觉得自己文化挺高的 但你翻字典的时候你会发现 其实认识字很少 因为能认识三我才就不错 就可以写长篇小说了 然后我当时考他的时候选的基本上都是那种生辟的字 这个103页左上角是什么字 左上角是N 一个隔的时候等大家讲在这儿 我都不认识255页都有什么字 第一个是美丽里加走字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一里地里 这啥是三里里 下面是倒里里里 2006年4月 不知道愁的范围也犯愁了 但是不可能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这么结果就是说 他跟我们说就是没有必要的治这种病了 就是说有钱的人都治不了 就是这个病本身就不好治 更何况我们家没有钱 没有经历上的来源了 都已经放弃治疗了 癌症治疗的关键是乐观的心态 为了给范围鼓劲 冯志国请来了抗癌协会的朋友 一个人走会 走夜路的时候都害怕 大家都一会走得不好 在这个癌症抗疫这条道路上也是同样治疗的道理 大家这些人都是安山市抗癌协会的会员 全都得了癌症 老冯西方范围也能融到这个圈子里来 和大家伙一块用乐观战胜病魔 抗癌协会的朋友们帮助活字典的消息上了报纸 于是让谁都没有想到的事出现了 虽然小崔和范围只是在节目里有过一次合作 但他还是一眼就认出了照片里的这个活字典 找不到范围的电话 我看那个新闻理事 有黄志国在帮助他 他又是这个交警 我觉得很好找交警 我就直接打110去找他 我刚刚得的四万块钱 是咱们中央电视台 奖励给十家主持人的奖 所以我就拿着这四万块钱 准备给范围再来一扔 在手术前范围想去北京见见小崔 因为做完手术之后 我这个舌都没有了 我谢谢说不来 他就放我呀 你不用来看我了 我明天就去看你 一见到小崔 范围就算了 我能看到他有放弃的面图 我特别不赞许 我觉得不能随便 这么好的女儿 在这哪能说放弃就放弃 因为范围的癌细胞已经破散了 最后医生放弃了手术 改为药物保守治疗 医生们尽了全力 可范围的病还是一天一天的加重 2007年5月底 小崔再次来到安山 这次见面 范围紧紧地抱住了他 虽然范围现在已经说不清楚话了 可是背后的字典 他一个笑容都没了 听说得好 老师 请问他 我考虑 五种角色 第四个角色 常常 我卖他们的吧 哈哈 同学 我解决定 我跟病女生 最后 我们 不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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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真 真 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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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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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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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